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4日上午时时许,发生6.4级地震。 大地震发生后三个多小时内,临近区域又发生90多次余震。 震局在2.5级,至4.6级之间。 美国媒体报道,这是1999年以来,加州南部发生的最强地震。 所幸,目前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 7月4日,在美国加州,底齐赫雷斯特市,警察设定了警戒线。 4日正值美国独立日。 一些遭遇地震的城市,取消了定于当晚举行的烟火表演和庆祝活动。 不少市民希望这些活动,能按计划进行。 进而让欢乐气氛冲淡紧张心情。 40公里外,房子抖动向飞机遭遇气流。 镇中位于加州瑟尔斯谷西南方向12公里处。 镇源深度10.7公里。 距离瑟尔斯谷近40公里的里奇克雷斯特市,是镇中附近的人口稠密区。 经历了地震,这座人口余三万的小城看起来仍然平静。 但谈及这次大地震,不少居民仍稀有余计。 7月4日,在美国加州里奇克雷斯特市,一家商店大门紧闭,里面有掉落物品。 地震发生后,家住瑟尔斯谷附近的珍娜弗雷泽一家,立即开车逃离。 来到里奇克雷斯特市亲戚家避难。 当时我正在看电视。 突然电视画面消失。 随即就是猛烈地震动。 差点把我从沙发上跌下来。 弗雷泽告诉记者。 瑟尔斯谷附近现已停水、停电。 目前正在排查天然气管道的线漏情况。 路面有断裂。 鱼震随时可能发生。 所以暂时不敢回去。 释出在网际网路上的图片和视讯显示。 在距离震中较近的地区。 道路出现裂缝。 水管爆裂。 商店货架倒塌。 另外。 地震还引发极其小规模火灾。 7月4日。 在美国加州、里奇克雷斯特市。 一家商店门口的地上,有墙体破裂掉落的碎片。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地震。 44岁的里奇克雷斯特市居民罗恩·理查森告诉记者。 低沉的轰隆隆声,从地下深处传来。 就像地壳被挤压。 撕裂。 整个房子都在剧烈抖动。 像飞机遭遇墙气流颠簸。 地震的咆哮声比震感更可怕。 他说。 家里的一些装饰品,从墙上掉下来。 一些茶杯和酒杯等,也摔坏了。 索性家人和朋友没有受伤。 270公里外。 洛杉矶震感明显。 距离震中约270公里的洛杉矶,和周边城市,有明显震感。 当地民众回忆。 6.4级地震发生时。 房屋摇晃了10秒钟左右。 7月4日。 在美国加州,里奇赫雷斯特市。 一家商店外墙皮掉落。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释出公告说。 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因地震而求助的报告。 通告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注意阅读先前领馆释出的地震防灾应对长时。 由于官方资讯和媒体报道。 注意防范余震。 不止加州。 美国其他州同样有震感。 路透社报道。 震感最东可及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 墨西哥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多名官员说。 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和地华纳震感强烈。 多座建筑物疏散人员。 7月4日。 在美国加州,里奇赫雷斯特市,一辆消防车待命。 加州理工大学的地震专家,在4日中午举行的新闻试出会上说。 接下来还可能发生5级以上余震。 今后几天不好过。 在距离震中,约135公里的比亚迪电动汽车装配厂。 一名高阶主管告诉记者。 地震时工厂有明显震感。 但生产未受影响。 目前,工厂总体情况良好。 生产仍在继续。 工程师正开展内部检查。 位于里奇克雷斯特市中心的沃尔玛超市,在地震中受损严重。 记者到达现场时。 超市以闭电维修。 工作人员杰雷米薄奇介绍。 超市的货柜大量倒塌。 天花板出现裂缝。 水管爆裂。 维修工作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 7月4日。 强震导致加州一根水管爆裂。 网络图片。 一些地震学家警告。 李奇克雷斯特市今后数小时,或数天可能依旧不好过。 李奇克雷斯特市市长佩基布里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各部门已做好准备,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余震。 包括准备好接置伤员的行军床、临时帐篷等。 消防和医疗部门,也将全力以赴。 7月4日。 在美国加州,李奇克雷斯特市。 当地政府搭建了临时帐篷和躺椅。 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实验室地震学家陆西琼斯,在一场记者会上说。 加州1999年,发生7.1级地震至今。 4日地震是这个美国西海岸州遭遇的最强震。 在琼斯看来,后续会有更多余震。 发生五级余震的可能性,超过50%。 震级超过主阵的可能性,是大约二十分之一。 希望所有人都平安。 薄琴说。 県道・京权。 県道・.: